在承擔之前要先學會承受 只有停下聲才能看清方向 被報中有關說案 林黛化16號現身一開口 不急著解釋 卻直指綠營內鬥 這是一場資源不對稱的戰爭 如果黨內初選機制 從良性競爭演變成 非我族類族而後快的戰爭 我真的必須停下腳步 重新思考 林黛化說大白話 接班花媽 民進黨立委幾乎殺紅眼 其他四位有意攪逐高雄市長的立委 有點尷尬 一開始講下這個高雄 這個派系鬥爭的事情 目前要攪逐高雄市長的立委 除了鷹派陳其邁 謝系管碧林 新系劉氏方外 林黛化自從脫離新潮流後 被視為姑鳥 從放生事件到官說中游 接連被爆料 新系助攻劉氏方的說法 也在國會圈流傳 已經退出謝系的趙天麟 會不會是下一個 這件事情是不是跟初選有關 我寧可打從心裡的相信 這跟初選無關 所以我們也會希望說 這個黨內的初選 一定要有大選的規格 我們要盡快回到政策的討論 我們要端出最好的牛肉 那至於其他的預測 或者是有一些所謂的黨內互打 這種情況 我都希望那是誤會 民進黨高雄市長初選 才熱身賽就已經全權到肉 越接近2018 越怕是刀刀劍骨 記者五星星主要一支台報道